大家好 欢迎收睇Yans Live 艾恩直播室 今天我请了两位嘉宾 这两位嘉宾来自不同界别的选委会委员 我先介绍我身边的就是赵国雄先生 另外就是柯创成议员 这个组合你们两位觉得很新鲜 你们好像很少平台相遇 这个组合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组合 我第一次见他 没错 没错 大师兄第一次见 没错 所以为什么阿欣的直播室 要请来两位呢 其实都是突显了 我想大家都知道 阿欣已经参选了 立法会选委会界别的选举 所以我觉得这个界别 就是要听多些不同界别的声音 也是等于社会的组成 所以今天才有两位和阿欣一起探讨些什么 我们探讨很多东西的 房屋 土地供应 民生的问题 我说明民生最优先 柯哥也一定知道 还有就是我们政府管治的效能 这些都是阿欣在我的政纲里面 特别有提 但我想先用小时的时间 介绍两位和阿欣有什么淵源 他们为什么会认识阿欣和阿欣 有什么 很多年了 大家都很有趣 他们都看到 阿欣的提名人 其中一位是赵国雄先生 他们究竟在什么平台相遇过 我给大师兄说一下 我是阿欣的师兄 大家同一间学校读 我们在学校周年纪念的时候 我们合作过 我拍过电影 通常人家说我卖楼卖得多 其实我演戏都可以 那次他是隐瞒一位校长 我们母校的周年纪念 而且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很多的工作 我们也会很努力回去学校帮忙 所以都 喝水思愿 没错 所以都一段日子 也看到我们的 大师兄也看到我的工作的能力 因为在一段时间里 很多时候在工作上有些问题 我都会自己请教大师兄 你最重要的是我一直看你做 认识你之后 我一直看你做 我说四个字可以代表 是实事求是 这是最重要的 另外是Orgo Orgo 我从政去补选的时候 他跨区你支持 2018年 其实在2018年之前 我们已经认识了 为什么呢 Orgo是超级勤力的 尤其是我是一个政治助理 我电话其中经常响 而来电显示的人 就是他 九龙当时有些什么呢 尤其是街市 卫生环境问题 你自己说了 是不是逢打来我必应机 没错 其实我认识阿欣 不是他做政治助理 是之前的 其实他之前都是传媒的 很多时候有些访问 和阿欣都有些对碰的 做了政治助理之后 我自己在九龙东服务 都经常找他 老实 他逢call便必应 逢应便必快 应完之后 还有回复的 我觉得这种 是建立了大家 一种深厚的友谊 经过普选 我们当然去支持他 马不停提去帮他 也很好 议会 在议会里面 大家都很有默契 很多时候 有很多政策 有很多不同的位置 大家都互相保 特别我们很清晰一件事 对于政府有什么意见 我们窗口都对外 希望政府能够听多些民意 在不同领域里面 吸纳更多民生最优先 没错 还有我们两个都经历了 我做政策的时候 就是经历了议会拉布 我曾经在中庆最长的时间 而我们一起 我有幸做了两年 虽然时间比较短 但那两年 议会打架打得最厉害 对 那我们两位 我想阿欣都可以说一下 其实就是 当时如果牵涉很多政治因素 而我们在立法会里 发挥不了很大的作用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很想有些政策去做 但是被一些政治争拗 在议会里浪费了很多时间 其实我们现在要追大落后 是啊 没错 我记得当时我未入立法会的时候 很多时候市民都会说 为什么立法会是这样的 很多民生问题都解决不了 只会拗拗拗拗 立法会等着一个动物园 扔东西 冲出来 自己进去的时候 发梦都听到响钟声 是什么人数 其实老实说你问我 那几年确实令到自己大开眼界 如果看到议会运作是不健康的 那一班有心人 他们令到议会是瘫痪 以致乎 是透过不同方法 不同伎俩 令到议会不能够向前行 那很多时候自然 很多民生问题 或者大家关心 香港的经济 就会穿大落后 那其实这个经历 让我自己也看到 其实今次完善选举制度 港区国安法的一个威力 我常说议会是一个 议政论政的地方 如果你要做show 麻烦你找另外一个平台 就不应该借议会 这个平台去搞那么多 就是叫做影响民生的东西 所以我当年的拍档 我觉得我很怀念 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打钟 我们就一起去保位 晚上有机会 大家可能有好东西都没走 为了公事 另外也有机会 因为不同的原因 我们要留守 这些每一个经历 在我们人生里 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领悟 是的 因为我们房屋 医疗民生的问题 其中一样 为什么要找你们两位 就是刚才我也点不一提 就是香港很多政策 大落后 其实也有很多我所说的 民怨 市民的不满 就是来自他们衣食住行 都觉得自己 明明我生活了一个 这么先进的城市里面 为什么我的房屋 我自己有的地点 这么小的呢 所以我一定要和你们两位 说一下房屋 因为这里都有一个 共同的平台 在这里 特首在最后一份的施政报告 这一届的政府 就提出了这个北部都会区的发展 我们有地产商 亦都有关注公屋的 阿哥 我先问大师兄 其实这个北部都会区的发展 对我们处理本港的房屋 又或者在我们的土地供应 其实起了什么重大的意义呢 但是又好像看到 说完之后 十年八了有没有 还是二十年才有 这个计划的意义在哪里呢 你自己觉得 在地产商计 当然是香港房屋问题很严重 所以大家一直听到 北部都会区 觉得是一个解决房屋问题的方法 但其实我们看完整份施政报告 北部都会区来说 是香港的另一个发展机遇 是香港怎么可以 尽快融入大湾区的发展机遇 如果我们纯粹将 北部都会区 作为一个房屋发展项目 我可以看到是失败的 原因是过往都试过 就是发展天水围的时候 解决房屋问题 结果是建了很多房屋 但是基建不行 又没有就业机会 所有设施配套 完全不到位 所以有一段时间 很长的时间 大家都觉得天水围悲情成事 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住屋之外 什么都没有 要上班还要坐过几小时 以前都是过几小时 回到中环也好 又回市区又上班 读书来说 也要回市区 甚至去荃湾区 那里上班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一定要了解 北部都会区 不是纯粹解决居住问题 特首也说得很清楚 北部都会区 是香港发展潜力的 将来就会有一些创科 和一些现代服务区 那里是可以提供到 適当的就业机会给人 在那里 在北部都会区区里面 都是有足够的生活配套施司 有学校 有医院 当然北区已经有医院 有其他东西 那里真是一个 可以生活到 很舒适生活到 很现代化的生活的一个区域 就不是纯粹解决房屋问题 当然 由于有这么大的土地 我们会有很多的居住的面积 提供到 给香港的市民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所以我自己看 不过都会区 好像刚才阿欣说 其实你都对政府的运作 都很了解 这些东西 可能是20-30年后的事 那是否可以快一点呢 那我看其实是可以快一点的 特别一个这么大型的规划来说 一定要有一个统筹专员 因为政府有很多不同的部门 大家正出多门的时候 很难合作得到 是不是这个统筹 如果有统筹办事处在那里 或者是如何发展 北部都会的办事处在那里 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之合适的 我们看看 譬如说是 现在特首 以前他做发展局局长的时候 他起动东九龙的时候 当东九龙起动的时候 都是有一个办事处的 你看看东九龙 一个相对这么小的区域来说 当时也有办事处在那里 是帮助如何协调工业大厦 如何协调交通 如何协调当地的人流物流 因为东九龙当时来说 很多工厂大厦 塞车修路很严重 现在来说基本上都是慢慢舒缓 所以我觉得是 他们要 假如真正要搞这个 北部都区的时候 应该才成立一个统筹办事处 在那里 由一些相对高层设的官员 来处理 我觉得会事半功倍更加好 亦都大家市民会看得到 因为有统筹处的时候 他自然会有一个设计 搞出来 今年五年后做什么 七年后做什么 十年后做什么 大家知道 将来的立法会议员 也会有一个设计 去监督监督他们的进展 以我做事来说 效率会快很多 大师兄这一点很重要 我想大家都听到 大师兄所说的 除了说房屋供应 你刚才说的一点就是统筹 为什么呢 我们常常在议会里面 譬如我们刚才说的铁路 说的卫生环境 他们会一个局加一个局 一个柱加一个柱 这个锅就去那边 所以刚才你说的 对 如果要在一个可控的时间 而又有效率去做 就有一个统筹的方法 但是奥哥一定要跟我们说 很多时候这些计划 我们说出来是很好的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怎么 可能搬了人进去 刚才大师兄所说的 应该不仅是房屋发展 这个是我们吸收了很多 以前失败的经验 我们常常说基建先行 搬了进去才想铁路 搬进去才觉得 要发展地下空间 而这方面你怎么看 其实任何新发展区 我常常强调 用综合的模式去考虑 不只是住行那么简单 你要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配套 都能够是回应到 入住的朋友的安排 所以综合发展区 其实一直都是 我们倡议政府 要想这件事的 那基建先行当然重要 其实你看过往政府 很多的经验 都是告诉我们 基建不先行的话 居民就做开放牛 叫虎连天 以至乎没有办法 解决他日常生活的所需 所以很简单 搭车的问题 已经是一个好例子 那北部都汇区 这个是一个很宏大的策略 那但是我绝对同意 怎样能够令到部门之间 可以能够做到 权责清晰 利我得益 因为摆在眼前 就是当中 涉及到很多不同的部门 如果譬如教育 可能是教育局 譬如街市 可能是食卫局 那摆在眼前 如果只是发展局 或者运防局去建房 的话 其实没办法解决 一直以来 大家在说开荒牙或者民园的问题 第二个 很多市民都会问我 他说 北部到汇区 要等很久 究竟政府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 可以真的有应急的安排 因为你看到 现在其实住在很大的问题 越住越贵 越住越小 现在香港的房屋写字 摆在眼前 就是部门的协作很重要 我们经常倡议 任何公务员的朋友 都必须 是一个KPI 一个指标 你没有指标 其实你没办法追到的 第二样东西 就是你有个指标 都可以给自己一个鞭策 怎样能够 在合理时间上 完成他的任务 所以我觉得 北部都汇区 能够做得到 是最理想的 做安排上面 一定要做好协同效应 专业的角色是必须的 但是怎样能够 令到他可以 跨部门 跨首长 他可以 起动到一个 带头的状 也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问阿哥 因为我们经常关注公屋 上楼的时间 常常都兑现不到上楼三年 但其实现在政府 很多时候 就说 想多些不同的 起楼方法 不是 因为我们也有私人发展商 我一定要问大家 为什么公屋建得特别慢 我经常都问 私楼看到 部门的房门 建得很快 你自己 你和很多 政府的房屋部门交手 好像我们也交手多次 我经常都问他 为什么这么慢 你自己看到 那个精烈的点在哪 其实问题 我经常觉得 是内部程序的问题 其实摆在眼前 政府和私人发展 同样都要行内部程序 但很奇怪 就是说 在私人的安排上面 这些位置 总是好像快一点 感觉也都被人觉得 它是有效率一点 我自己观察看来 其实就是 面包和面粉的关系 怎样能够用足够的土地去处理 以往历界政府都经常强调 就是找地很难 没办法解决一些固有的问题 实际摆在眼前 就是如果我们能够 尽快释放更多的土地 多管制下去做地的话 是有必要的 第二件事就是说 在密地过程里面 由生地变熟地 以至乎又熟地去建楼 其实真心的内部政府程序 是很涌长的 很多时候他们不是同步去做一件事 很多时候 譬如举例 当他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会将那个叫做问题 弹回头 浪可能是看几个月的了 走完A部门 又要走B部门 实际说 这些位置 很多时候就不觉不觉 就去了很长的时间 第二件事我自己观察到 政府在兴建工营房屋的时候 其实都在面对一个 所谓土地平整的问题 我当时跟特首说一句 我们是不是有条件 可以加快在房委会 建屋之前的土地平整呢 因为现在的安排 就是要透过土木工程 托展处去做个土地平整 狠狠的 两三年走不掉的 可能是两三年 没错了 两三年就是土地平整 之后他就再建屋交给房委会 现在的建屋技术 最快都四五年 所以为什么会被人有感觉 就是觉得好像私人快点 所以我觉得总结 第一个就是要拆墙松绑 政策上面要支援 第二就是行政程序要缩短 要有KPI 第三就是怎么能够 令到每个环节不要掉 很多时候一个环节一掉 后面跟着掉 我觉得这一点 是我自己过往观察回来看到的 还有以前很多时候 在议会里拉布 那些计划项目 本来想上马又一直不停拖 然后成本又越来越贵 不过我相信不会有拉布 因为现在完善事件之后 其实公道说 议会应该是做实事的 没错没错 所以一定要问问先人发展商 一定要问一下 即是由规划建造到建楼 我想看你们最快的效率 可以多快 有什么是政府可以参考 即是可以借鉴 你要看那个项目大还是小 其实私人发展商快很多 亦都是不公道的 始终很多时私人发展商 都要经过审批程序 大家其实都要的 譬如我们入职都要去公务局 那里 很多时候我们建楼的时候 书都要研楼 拿OP 有很多程序 即是那个程序 大家都一样的 私人发展商 我自己的感觉 可能工业部门会快些 原因就是我们有事 直接找老板 即是我们要交 即是我们有KPI 我们自己也知道 但我们也要交数 所以 譬如说两个部门 接触不定 我就找老板 似乎政府里面 我不太理解 因为没有老板 这个机制 他们要上conference conference 要排期开会 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拖慢了 即是我觉得 现在的官员来说 他们都尽量是根据他们自己的handbook 都去做的 以前来说 现在我们再说 几十年前那些 是会快些的 那个原因就是 当时的官员 他们会有个着情拳 很多时候那些部门首长 都肯用的 现在我们近这些 二十年左右 或者十几年 大概部门首长 很多时候 都不肯用着着情拳 因为他们怕被人低屏 嗯 那穿情拳 这件事是没有准则的 那你只是讲俗些 要背的 你肯肯肯背上身 那很多时候 那些首长都免得麻烦 那跟着正确程序 上conference 那以前如果有穿情拳 可能来说 是省了两个时间的 但是因为他不用的时候 跟着正确程序 就上conference 那要排期开会的 那有时如果是 那些情况多的时候 可能今次未到来 下一次 我想立法会都有 那些情况 那相对的 程序会拖慢了 我觉得这个 也不能说 完全是负责官员的事 这个就是社会政治氛围 是 那你一说 一有穿权权 又被人骂的 为什么这个 你穿情给他那个 是否有什么 就算你觉得很公道 他们会觉得你很 一句话 是 是 是 你百时莫便 所以我也很了解 那些官员 有时他们 是相当大的 hesitation 用那个穿情拳 原因就是 无谓 别人这样 走正常程序 所以又拖慢 但是由于要 当时的立法会 那很强势的 随时又要传召官员上去 那很多时候那些 主要官员 上去一定是主要官员 上去的时候 常常去立法会开会 那你都见到多了 你两个位置 那做事的时间就少了 用了些时间就少了 的确是 开会更加要排排期 更加难排 因为要上立法会开会 那所以其实当时的 整个政治环境 是使得我们的公务员 无论哪个部门也好 那事实上他们有一个压力 也都是说 将那个效率降低了 那这个不可以说 完全说了官员的事 其实当时整体政治氛围来说 是有影响的 那好像阿柯刚才说的 那随着是 国安派落实了 随时 那我完善了那个 选举制度来说呢 我自己觉得是 就是解决了很多 行政上 或者不必要的障碍 阻挡的问题 那应该 下一届立法会 希望是 那个方法会更加好些 那也都是帮到我们公务员 是可以 尽快 是有效的去处置 那我觉得呢 公务员参加 入室政府 那大家都是希望 为市民服务的 那就是我们 我从来没有 怀疑他们这方面的精神的 那只不过 以前来说呢 太过多制造 太过多无谓的干扰 那希望将来 香港的管治入均 之后呢 那这个情况可以改善得到 阿欣啊 刚才呢 大师兄说得对 很公民 其实很公民 第一就是打烂森盘 找个堵 那这个没问题的 我觉得可以的 那你刺客就是说 是拖延时间的 而且那些问题 其实是没有养分的 没错 就是你不是帮到 那件事走快点 就是外面那些市民 水深火热 住那些非常劣质的劏房 我都不要说 就是好小小的 是劣质劏房的时候 我们很努力去想 譬如田海行不行啊 或者交易公园边塞行不行啊 永远都还有很多的 突然扔100条问题 200条问题 为什么呢 我自己做症状的时候 都收过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想想医生 如何注册条例 因为医疗的条队排得很长 我们突然间收 收成千条问题 可能只是改某两个字 但因为尊贵的议员 问到问题来 我们一定要回答 而回答的问题 对整件事是没有帮助 所以刚才我听师兄所说 的确是很公民 因为以往是受住了一个政治环境 令到香港很多的民生事务 拖慢了 但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而且我觉得配合一些技术发展 因为近年我看到 建筑方面 除了刚才我们说 有没有程序可以加快 建筑的方法 我看到都加快了 譬如我们经常说 可能观众知道 就是MIC 就是组装合成 这个是不是已经在 我们很熟悉的医院 我们最快的医院 今次用了四个月时间 就是用组装合成 我们房屋方面 是否可以利用更多 变成加快 我不要说程序 直接说一些新技术 说一些新方法 可不可以呢 其实来说 现在我看到 私人发展商有用 政府方面 冯委会都有用 他们我们叫做 组装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 建建公屋 或者居屋的时候 他们都用组装 我自己觉得 这个工序来说是好的 一方面是快一点 另外最重要是 环保方面是好一点的 你知道一路建造的时候 很多烟尘 很多东西 或者是 如果在地盘来说 那些废材料 用的材料 用多很多 因为你长木 脚短 短木就扔掉 这边来说是浪费很多材料 但是如果你在工厂里面 先组装的时候 各样都计准了 也有电脑在那里 要计准了的时候 材料会省一点 环保方面会好一点 其他工序方面 减省一些 因为由于是 室内那里做组装 做那些配件 所以比例来说 受天气的影响 会少一点 所以工序来说会快一点 起楼一定会快一点 当然有很多很多 有很多有利的因素 但是很多时候 香港的建筑物条例 就未能跟上 有些事情未能跟上 这个要立法会 你还没去 要做事 大家也要跟有关 沟通一下 一些法例方面 是否可以跟上 配合得到 有时官员都觉得 帮不了你 因为例子 但有些例太旧 所以我觉得 将来立法会 是可以做的事 就是和官员 大家坐在一起 或者最好可以找到 发展中 大家交流而已 没错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希望 不要说离地 现在来说 这些人很多时候 批评官员离地 其实官员没有离地 因为是法例 没办法 与时并进 跟不上 所以希望将来 那个立法会 争论少了之后 真的可以 再检讨一下我们法例 我们一定要与时并进 法例也要与时并进 好像这两个人 我看了报纸 他开始 就说检控50年前 其实那个楼大家都看到 是 50年前 那个楼不适合 但是建筑师 都笑 可能那时候 那个环境都完美 没错 那时候你都 九成多 已经出了OP 现在50年来 捉回一些业主要 去负责 我觉得 是不是我们都要 看一看 就是我最欣赏阿欣 就是实事求是 就是看一看那件事 究竟该怎么处理 当然法律来说 业主输了 但是问题 那件事究竟该怎么处理 是公允一些 那这件事 也很希望 将来的立法会 可以和官员大家 真的可以谈一谈 希望大家为香港好 所以为什么 就真的要听多些 不同界别的朋友 和前辈 和专业人士去谈 因为其实可能有时 刚才师兄都说了一个 可能有时 经常都会被几个字 影响到我们 譬如 冠上勇结 或者 其实我们在一个 很合理的平台 最重要是什么 我觉得 除了实事求是之外 我觉得 立法会员 就要理性 理性 务实 因为发展商 有他们 看到的问题 我们 帮忙民生的 基层的 又有些问题 其实大家 发现有些共通点 就是有些房屋的条例 有很多东西 可能落后了 我们就要改善 对不对 所以有一件事就很重要了 就是刚才你们都说了 对议员的期望 也都特别说了 就是原前选举之后 觉得 立法会应该要快点 做事 看看有什么条例 但我又想问一件事 在我政歌里面有提 除了要有效率的议员之外 你都要有一个带领的政府 有能力的政府 去带领着香港向前 所以刚才师兄也说了 其实有一些事情 可能未必是部门和部门 或者不是有某些人的能力 但我都想问 即是在你来到12月19日那票之后 我们都要跟一个有担当 有前瞻性的政府 一起带领香港向前走 我觉得政府也要检讨一下 即是政府的工作能力 你明白我的问题 师兄 刚才他说完 师兄 然后我说 我说来说 其实政府 应该 我们在商界来说 我们每一年都会自己review 不是只做了 譬如说 我的部门 究竟应该如何改动 来适应新的工作 新的外在的经济环境是怎样的 我们都常常会review 看看公司的架构 组织会怎样的 现在香港的制度 据我的理解 每个特首上台的时候 他都会提出自己的一个cabinet 即是有一个内阔 要人选 以前有些特首就不太猛灾 他的提议 被立法会turn down 或者hold住了 他做不到 其实希望将来来说 立法会是可以和特首 或者新的政府 大家合作 拒手合作 了解一下 究竟香港 下一条 下一条 应该怎么走 今次来说 我自己觉得 施政报告好 就是真的画了 未来二三十年 香港条路怎么走 如何融入大湾区 但是将来立法会 新的立法会 如何和特首去合作 或者如何和政府官员 大家一起合作去做 如何都搞好香港 其实都应该大家 有个机会坐下 我们经常说 有些老震荡 老震荡 其实就不只是官员老震荡 其实老震荡 是不是都可以和立法会议员 一起大家谈 在一个不受议会氛围 影响下面 大家谈谈谈 所以我觉得 我想你们做立法会的时候 都会有机会和官员谈谈 根据我和他们接触 就永远都是 坐在办公室 含饭观仰 但是完了之后 大家有一个交往之后 其实他真心告诉你 我的困难在哪里 我也告诉他 他困难在哪里 大家是否可以在一些 刑科务环境下 是否真的都可以交流到 我们想解决问题 其实香港的社会 透明度相当之高 你也不能说 经过个人关系 拿到什么好处 没有了 因为那些监管都很厉害 回来说 在一个业方文环境下 是否大家都可以聊聊天 接触到 了解多了 去解决那些事情 我看这个是重要的 当然政府里面那些 体制方面的改革 有时都真的要评论一下 我自己听到 听到我不知道了 听到 就说其实来说 现在的公务员来说 有时可能你会熟一点 局长都拿他没有负 因为他不是明确给局长的 他们要上臂的 所以局长和上臂之间的关系 我也是听到回来的 但是好一点的时候 那些公务员团队运作 又会顺畅很多 如果两个关系 不是那么密切的时候来说 很多时候沟通都会出现问题 这方面来说 甚至是政府架构层面 或者立法会员都可以帮他们 看看究竟整个架构 应该如何调整 其实公务员都是违向上 违向上违向上 你主要来说 如果调整到大家 合作部间的时候来说 我们作为市民来说 应该是最大的特别 师兄其实是很清楚的 那个运作 因为常臂和局长 我之前在政府工作 和哥哥都很熟 其实是一路双头马车 他们一定要互相配合 刚才师兄也说了一样 就是没错 公务员就是和常臂去报告 而问责官员有自己的问责制度 但其实我自己觉得 因为公务员团队 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经验 他处理很多不同的政策 所以变成香港大体的方向一定很掌握 但问责官员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 找到精英都可以加入政府 其实只要这个双头马车 行得好 配合得好 但究竟如何才行得好 其实我自己在政策里面也有说 所以这个日后的确 因为双头马车的方法 已经行了一段时间 是需要检讨的 另外最重要的是 就是刚才说出一个重点 就是解决问题先 这样才可以快 但是除了政府里面 柯哥不得不问他 因为他很熟立法会 亦都跟政府交手很多次 还有一个点 就是你一定说到 我都说不到 就是区议会 现在的困局 所以因为立法会 政府加上区议会 你才可以维持到整个社区 掌握到密博 才能做到事情 所以我自己也有写下来 解决地区的管治困局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接着要处理 其实你问我 你知道香港就奉行行政主导 其实公务员的团队 在我认知是很优秀的 但是随着现在港区国安法 和原先选之后 大时代来了 公务员是否需要一个 新的思维 去更好服务市民呢 所以见到我过往 和不同的官员 我都强调这两句说话 多聚会少误会 多沟通实成功 在这些位置 其实大家都想 同一目标是服务市民 但是很多事情 大家都有不同自己的困难 或者自己的苦衷 为什么不可以真的坐下来 大家叫做拆碰它 这是第一 第二 我更加希望 政府的同时 都能够在大时代的时候 都能够更去完善 现在现有的过时的法例 很多时候 因为他们都有一本叫做天书 有些法例 一直困扰着他们 但是公务员 是否可以 从他们自己自身去看 有什么法例 过时可以做好些呢 第三个我更加期望 就是怎么能够 和不同持分者沟通 立法会需要的 行政立法关系要多互动的 但是地区议会 我觉得更加需要 过往19年 是很不幸的 我们选到一班小黄人 或者一班是 港政治 轻民生的小黄人出来 但是实际 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 该DQ的就DQ 该离开香港 叫人冲自己松 就走了 但是现在的地区议会 你问我 其实应该要趋向多听意见 现在的区议会 其实你问我 其实都是一个很负责的议会 大家都是同一个目标 他都是想改善市民生活 所以让大师兄说 在不同方位上面 我觉得政府应该值得 要全身检视一下 而我看到阿欣的政綱 给我也很强烈的感觉 就是说 公务员是需要 有一个与时并进的思维 第二 就是应该强的 我们应该更好发挥 就是说得不好听 可能它是慢一点 或者各样东西的话 我们应该就要 希望它能够改变它的思维 才能够做到 是屡应外合 做好协同效应 没错 能者常弱者态 这六个字很重要 知道吗 写了在我的政綱里面 是 我看到你放心 我很洗心看你的政綱 我和大师兄 其实刚才未访问之前 我也和大师兄在看阿欣的政綱 其实阿欣的政綱 你问我 其实是一个很贴地的政綱 真心话说的 阿欣保选的时候 我最深刻印象就是 民生最优先 政治放一边 因为当时的政治思维 香港市民 其实很无奈 很无助 觉得为什么 常常都拗拗拗 香港经济停滞不前 民生问题解决不了 道阿欣今次的政綱是什么 就叫做冲破逆境 共创晴天 这个其实也是体验了 在新时代的时候 作为一个从政者 作为一个准立法会的候选人 已经是候选人 是吧 如何能够用一个多聆听 希望透过不同的聆听 去听不同意见之后 去整合一个主流的方案 让政府可以知道 现在民间在想什么 不同的聆听 不同的聆听 所以我带恩 你这个是非常好的 的确和他认识了 有一个默契 我本身就是说 来到最后 大家说一下 对我什么期望 都不想问他 已经说完 我想问他 所以大师兄 努烦一下你了 真的 12月19日 即是其中 你自己是选委 你要投下这一票 其实也有地区直算 功能组别 不如你说一下 这一次的选举 对着我们香港 或者令到我们可以追落后 令到我们一起 可以共创呈天 有多重要 还有为什么 你会选人 其实选议员来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她是 我刚才说的 实事扣事 还有 是有一个真心出来的 很多时候 我们接触到的议员来说 他们是政治华税行先 但是我觉得 阿欣来说 我们过去都有十年的 交往经验 我觉得她自己的出心 就是真的以民生为先 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来说 其实不需要说太多政治 我自己感觉到 香港市民来说 我最重要的是 有一个有屋住 有饭吃 有公开 大家开心的 不用一定说太多理想 政治理想 当然是可以有 但是希望 也不会因为政治理想 影响到 绝大部分市民的生活 其实来说 陈可欣来说 我自己一路跟他接触 都是觉得他是 隔壁实地 实志求是 真真正正的 是从一个爱心出发 为香港好 为香港市民打拼 以前在科卫局那里 亦都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 尽量是帮助到基层的市民 以这个心情来说 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今次来说 我是很乐意 提名阿欣 你都会全力支持他 去选举的 多谢 大师兄 其实刚才你说的 我充分体现到 阿欣真的很有心 其实这个 是一个很小的故事 但让我看到 其实他的人 对人是真诚 对处理问题是用心 在保孙期间 我不是特意说 在保孙期间 我一直都帮着他 我看到他 到一些基层社区里面 他是心同感受 固然他下去 有外界就认为 会不会去做show 但当一些基层市民 跟阿欣说完的问题之后 他回到去 他不是放在袋子里 或者不是抛着后路 他真的去帮他落实 去跟进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而且其实我自己 对阿欣的感觉很强 是什么呢 大师兄 他过往 他一步一脚印 他走出来 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事实性红便 告诉别人 由传媒 去到政府 再进入立法会 到现在去继续 去继续 希望重返立法会 其实整个过程 我看到他 是真的很有经验 老实说 现在我们新的选制 我们未来的90位 立法会议员 有一件事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他有一个经验 去做一个 叫做 做一个议会内外的互动 透过这个互动 能够令到香港 职存很久的 一些大家很关心的 民生议题 包括房屋 医疗 教育 特别医疗 都是阿欣的强项 如何能够 可以落到地去做 我觉得这点 阿欣是我们应该选的人 我接下来很感谢你的信任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过去我就好像一个海绵 我自己是一路觉得自己 无论在自己哪个崗位上面 我就在吸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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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 你们的 因为是你们很多的前辈 你看阿欣在立法会 在区议会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 其实全部都在你身上有的 是的 就是在我们的前辈 亦都在师兄那里 譬如如何做事有效率 所以未来呢 你们两位放心 我一定会兑现承诺 就是继续不断 希望自己的强项 可以在立法会上发挥 同时呢 我是不会停下来的 继续在你们身上 吸吸多多些不同的武功 回来 接着呢 就在社会上做多些实事 还有呢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 今天我们这个组合 是非常新鲜 是 没错 而我也是很想 为什么这样的安排呢 我就想告诉大家 我社会里面呢 有很多来自不同界别 不同阶层 而阿欣今次其中一个选举 在选委会 希望做到什么呢 平衡各方的声音 每个界别的声音 阿欣都要听 我才可以把不同的声音 带到议会上 好不好 不过这个时间差不多 其实真的很想和你们两个聊 因为还有很多公私营合作的房屋 可以怎么做 不过这些大家放心 未来我会继续和他们 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 也会听他们的声音 我在这里提醒大家 记住12月19日 除了选委要投阿欣之外 你们每一位的选民 都应该要去投票的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拜拜 加油 加油 加油